Zoe,你怎麼自己走出來走 不叫護士陪你? 我想自己練習,不要經常打擾別人 大哥,我是妹妹 你是不是打擾我死也不理會? 你叫我排隊等換笛 等我死了也沒輪到我 如果答應我,我會不給我 只要你肯任了,我就不想死了 大哥,讓我求求你 我還想讀大學,不想死 你沒事吧? 蘇醫生…扶他進去 好 我… PVOD?加大點氧氣 今天CTS有誰? 今晚有兩個M.O.當席 要不想我通知唐明醫生回來? 叫兩個M.O.立刻下來看看 那個病人,可能要打瘋狀 明天萬一問唐明醫生 他需不需要再做檢查? 明白,明白 明天會有CTS的同事來看你 你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明天問主管醫生 好嗎?不用擔心 你好,蘇醫生 蘇醫生,他今天是什麼情況? 他肺部很多雜音 肺動物壓比25%大 應該是PVOD病發肺水腫造成 唐明醫生說晚點要跟他再做一次CTS 看他情況有什麼惡化 如果沒得完肺的話 我是不是不會康復的嗎? 器官移植才能跟著你這個問題 但你不用擔心 唐明醫生已經約了你兩個哥哥聊天 他們兩個之前做過的測試都吻合 如果他們願意經鎮肺葉給你的話 你不需要再等施肺才做這個手術 大哥不會答應的 是一家人,不會見死不救的 唐醫生,我和太太商量過了 我身體一向不太好 不如他有沒有繼續排隊等施肺 既然等了半年,應該很快就能夠排隊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等器官移植 我今早就出過輪候策 其實妹妹之前還有幾個人正在排 相信今年之內也未必會到他 等多年就等多年 當然,在醫院有你們照顧他 你覺得妹妹還能等多久呢? 你是大哥 自從爸爸媽媽走了之後 你就是一家之全 你怎麼會看著妹妹死你也不救他呢? 家樂,你不是這樣說你是大哥吧? 你妹妹的公書教學都是你哥哥給的 我們上網查過了 捐費很高風險的 你這麼害怕的,你當初就不要做檢查 唐醫生,只有他一個捐,可以嗎? 家樂身體很健康 活肺而值的捐贈者 不能夠捐超過五分之一的肺炎 判哥說是需要兩個堅持者合起來 才可以做一次活肺而值的手術 那唐醫生,你不怕開門見身跟我說嗎? 做這個手術是不是會有危險? 這個手術是需要暫時停止你肺部的功能 轉用人工肺 風險比其他器官而值的手術 是比較高的 你聽不聽到嗎? 家樂,你們都知道大哥了 有老婆和兩個兒子還要照顧 我不可以有事 老公,時間到時候開工了 老公,時間到時候開工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